这一集就会讲加密币的多签钱包 多签的钱包就等于你去银行 开一个叫做联名户口 一样的concept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多签的钱包 就叫做save wallet 它钱名就叫nosus的wallet 名字这些anyway 不用特别刻意去记 那我们记住这个钱包的作用 顾名思义叫save wallet 其实就是为了增加 用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功能 如果你是完全伸手的话 完全对于这些加密币的钱包 什么叫做托管式钱包 非托管式钱包 私药 private key save face 这类型 所有 这些的 basic concept 如果都还 不是很明白的话 那我建议你就可以去看 之前 我的一条 影片 那条影片 应该就涵括了所有关于 钱包 的basic concept 你再回来看 这条影片 对你会有 更加 有帮助 事不宜迟 先讲这个save wallet 转头这个影片 这条影片 都会围绕着 这个版面 来到去操作 一步一步 示范给你看 怎么样 在save wallet 上面 开一个 account 和 怎么样操作 事先我们先讲了 它那个的原理 和一些basic 的information 这里你见到我已经 将我的一个钱包 来到 connect了 这个版面 那这次呢 我就用一个metamask 来到去示范 那你当然也都可以用其他的钱包 Coinbase 也好 Redbit wallet 也好 那这次我用demo 就用metamask的钱包 连接了这个版面 来到示范 那你一开始来到网站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会 这样见到这个版面的 所以第一步呢 你就需要来到右上角这里 connect了你的钱包 connect完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选 你想在什么的network 例如我今次示范就用arbitrum的network 来到示范 就开一个的币 那当你连接好钱包 选了这个network之后呢 那你就可以来到去 第三步呢 就create 一个钱包的了 好了首先呢 最基本的一个 concept呢 我们理解就是说 当你 尝试去做一个transaction的时候 一般的情况 你就是在你的钱包 Approve Approve完之后呢 这个transaction 就会顺利地进行 对不对 最简单的flow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钱包你可以用 是 Redbit Wallet 也可以 用一个metamask 也可以 用coinbase也可以 甚至乎用一个cowallet ledger 连结了你的界面是metamask 来做Approval 都是 可以的 这个就是我们最 基本 上见的 一个transaction 的flow 对不对 多签钱包multi-sign 就是multi-signature 其实 它那个概念是怎么样呢 当你initiate了一个transaction的时候 你是有多过一个approver 来到去approve这个transaction 这个transaction才会进行的 就等于你平时去银行 如果你个人户口 那你 就是说很古旧的方式 你卖柜桌 那你就可以拿钱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联名的户口 理论上你是需要两个人 来到同一时间去approve 你才是 提到钱的 所以这里的concept multi-sign 的concept 就一样了 你牵涉到 是超过一个approver的 那假设 如果你这个多签的钱包 是设定了2 over2 什么意思呢 2 前面那个2 就是说需要有多少个人approve 后面那个数呢 就是有 多少个approver 2over2就是说你原本这个 钱包 是有两个approver的 这个需要是同一时间 这两个approver 来到approve 这个transaction才会进行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transaction initiate了之后 只得approver1 来到去approve 另外一个钱包 Approver2 没有approve到的时候 这个的交易 都是会 进行不了的 所以这一样东西 当然就是说 In case你这个account 被人hack了 你还有这个account 没有被人hack 那变了 你就不会 这个交易进行不了 你那个安全 这个security 就会增加了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multi-sick 的一个concept 所以这一样 就是关于multi-sick的一个concept 这里有说关于rabbit wallet 平时大家用的就是metamask 如果你对于rabbit wallet 不认识的话 其实我都有 另一条影片 就专讲rabbit wallet 其实比起metamask有什么好的 那你可以看回有上角 有条link OK 好了 那来到去 一个设置 我们呢 基本上 是可以利用 不同的wallet 去连结这个savewallet 来到去 开帐 那我们也可以任意设定 究竟有多少个approover 和你需要 在这些 approvers当中有多少个人签名 这个transaction 才是可以过到的 那譬如你可以用metamask 用rabbit wallet 用一个trust wallet 或者甚至乎你可以用 平时你用开最安全的 cold wallet 的ledger 来到去connect 这个savewallet 然后呢 你可以设定 譬如有三个approover当中 有两个 来到approve 这个交易才进行的 也可以 你又可以设定有四个approvers 跟着只要当中两个 任意两个 来到approve这个transaction 已经进行到 也可以 那你设定 3over4 的一个设定 亦都可以 那基本上是任一个users 来到去setup 这一样东西 好了刚才影片一开提我说了 首先来到的版面就connect你的wallet 然后就选一个change 跟着最后你就可以按这个按键 来到去create account 稍后呢我们就会在版面真实示范一次 怎样做 那before做这一样东西之前呢 我们讲到一个重要的concept 就是 你刚才讲过你有controller 这一些的 的币 我们这些 叫做eoah 的币 其实呢 他就是控制着 这个save wallet 因为为什么呢 当刚才 前一步 当你第三步 create了这个币 之后呢 其实他会给你一个新的地址 这个新的地址 就是一个savewallet 的地址 比如刚才一开始选了arbitrum 那你就在arbitrum这里会有一个新的savewallet 的地址 当你的资产放了下来这个地址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址要做任何transaction 都是controlled by你setup的一些controller 的wallet 所以这个地址 比如想转钱给人也好 想和某一些的defi的protocol 来到去进行一个interaction的也好 swap的币啊 或者是做lop啊 whatever 所有的东西都好 他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transaction 都是先要有这些controller 的币 来到approve了 才可以进行到的 所以 这些controller的币 其实他就负责去签名 sign 和pay 那个gas fee 那paygas fee 只要譬如你setup了四个 其实只要其中一个pay 就可以了 不需要四个都是同一时间给gas fee 即是等于你正常做transaction一样 你做一个transaction 你都是给一次gas fee 这里一样 那就是lady account 时达一个 来到去给gas fee 这个你控制的可以自己 资产就放在save 这个wallet 那里 在save address 这里 那这些资产 全部controlled bylady controllers account 那你知道了这个concept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去版面 来到去看看 不过呢 有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 极度重要的concept 你要知道的 就是 save wallet 不同chain 是会有不同地址 那由于有这个东西 其实之前是令到有很多人 送错 地址 就是送错了那些funding 去到不同的地址 或者去同一个地址 令到资金 不见了 我们很简单的理解就是 你用coinbase wallet Metamask 也好 其实 如果你一旦开了地址 无论你在arbitrum 也好 就是这些的EVM链 无论你在arbitrum 也好 Polygon 也好 Base Optimism 也好 Binance 也好 基本上你都是用同一个 地址 但是save wallet 就不同了 它不同network 是会有不同地址 纵使你是在说用同一个 EOA的wallet 就是同一个 这些controller 去控制着 这个save wallet 当你开完arbitrum之后 你想在 比如polygon 再开多一个 多签的钱包 其实它 那个polygon上面的一个多签的钱包 就已经 和这个地址会不同了 所以这个 千万千万要记住 不同network上面的 save wallet address 是会 不同的 纵使你是control 同一个control EOA 这个你真的要记住 如果不是很容易 就会 传错 比如你知道自己的 arbitrum的地址 就是save wallet 你想传这些 去polygon 的地址 你以为用同样的 Aaddress 你传了同样的Aaddress 结果 其实你就 传了去 另外 其他人control的 一些wallet 因为在polygon上面 就是一个b 的address 那这个你真的要记住 好了 来到这个版面 那我就尝试 我connect了钱包 选了chain 那我就尝试 create account 现在来 create account 好了 按完create account 就走了来 这一页 那这里 show到我 是用哪个wallet 来到去连接 那然后是哪个network 那跟着呢 我就可以选一个network 和给一个名字 那比如呢 我就可以选一个 demo 好了 第一个名字叫做 demo account demo save wallet 然后在arbitrum上面的 那我就可以 按next 来到去 进行 那按了next之后呢 他就说我create了个 new的save account 那第一个approover 就 你可以 叫做 first approver 然后呢 这个first approver 它自动 就是当了 你一开始 连接save wallet 那个 钱包 譬如我这个例子就是用一个metamask 来到去connect 那所以first approver 很明显它就自动当了 是metamask 那个的 钱包的 地址 好了那为了增加的安全性呢 那我就加 第二个approover 那第二个approover 其实由于我这个操作在我电脑desktop 进行的 那我想增加那个security 我就会选择一个 另外一个钱包 在我mobile wallet 在我手机那里 那重视呢 我这个电脑被人hack了的话 其实我手机没有被人hack的话呢 我这个transaction 这个钱包save wallet 都不会同一时间被人hack 就是我分离了 隔离了 所以这个第二个钱包 我second approver 可能呢 就叫做second 叫做 mobile 那我就用 Trust wallet 来到去 控制了 因为Trust wallet 基本上就是在我手机里 我也是需要用 每次用子 来到去认证 这个 就是来签这个transaction 那它才会go through的 那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你呢 在这里呢 就来到去 paste你Trust wallet 那个地址呢 基本上就可以了 那这里呢 我下面有得选 因为之前我入过了 那有得选 那我就kick 来呢 就当我是这个 save trust wallet 的一个 钱包 那你呢 喜欢的话 就可以再加多一个 譬如我再加多一个 甚至乎你加多一个 是叫做ledger 的 都可以的 那叫做ledger的account 然后呢 你kick开来 再选一个 那 当是ledger 那这个ledger的account 你也可以 可以来到去增加 Security 因为ledger基本上就是一个co-wallet 那所以 这样做呢 我就可以包括 Hot wallet 也有了 co-wallet也有了 或者手机的wallet也有了 那全部做到一个是 分开 隔离的 不同device上面 变了被人hack的机会呢 也是大大地降低了 来到去 下面这部分呢 你就是可以 选 究竟 你在这三个approvers当中呢 你要最少有多少个人签呢 才可以成功过到这个交易的 当然你可以继续 加一个新的signer 那你加一个新的signer的话 其实你 加到第四个第五个都可以的 任用户自己来设立 好了 下面这就是个fresh号 fresh号呢 你就说可以 One out of 3signers 签名就可以了 即是上面三个approvers 只要事大一个签 你都可以过到这个transition 那你也可以选 2 或者3 那譬如我选了两个 就是每一次交易 你都要是两个签名 你才能过到的 来到去做的 好了 那接着就按next 那按完next之后呢 他就有个warning Your connector wallet doesn't have enough funds to execute this transition 对了 那他就说呢 你这一些的 钱包呢 我connect的wallet 因为我用一个demo的wallet 来到去connect 那他就说我呢 connect了这个wallet 是不够funded的 那你首先呢 你就 因为现在是arbitrum链 那你首先呢 你就top up一个足够的 ethereum 来到做gsv 那他才可以 给你来到去create到的 好了 那当我选好了之后呢 也是top up了这个gsv之后呢 那我就可以来到去按next 那来到去按next 这一版呢 他就有个review给我了 就说我在arbitrum network 这里呢就开了一个save 啊 一个名字 我自己订的 叫demo savewallet 那signer呢 就有这个 1233的approover 那这个flash号呢 就是 要有这三个当中有两个呢 来到去签这个交易才进行到的 那如果我confirm呢 就按create 那这个时候我confirm的所有东西 那我就按create 那这个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呢 他就一直说waiting 这个transaction 是confirm啦 那所以呢 他就说 我个savewallet的地址呢 就是这个 那就弹出了一个confirmation 要我签的呢 就是我 第一个 first approver 那个metamask的帐 那我呢 现在呢 就来到去按confirm 啦 好了 按了confirm之后 他就进行下一步 Validating Transaction 跟着就做indexing 那基本上我想 1-2分钟内呢 其实那个save account呢 就会是已经开到的了 那我们等一会就可以了 那很快啦 不用1分钟左右呢 就开了了 那跟着呢 我就按start using 一个savewallet 按这个按键 那然后呢 他就会跳到去另一个版面 就welcome你用这个wallet 那我就按 got it啦 ok 那你来到这个版面 你看到这里 左手边呢 就会是你这个savewallet 的一个地址 右上角这里呢 就会是 你原本connect 这个savewallet 版面的一个 EOA地址 就是那个metamask的地址 这个呢 和这个是不同的 这个地址呢 就是你savewallet的地址 所以呢 你可以现在开始 将那些assets 你传入去 就是你传出去 这个就是receive 就是你想有任何的funding receive 下来这个account呢 那你就按这个 receive的按键啦 那然后你想做任何swap 你就可以在这里按 那上面这个呢 记住就是你approve 的一些 地址来的 那如果这个时候呢 你想改任何的 一些approver 或者是想改任何freshhold 的东西呢 那你就可以来到下面这里呢 setting 来到去教了 按这个setting 好了 来到setting之后呢 你就会见到 下面这里呢 就可以manage 一个save account的sign 这里呢 123 你就会见到呢 是 你三个的 啊 啊 刚才一开始订的时候 三个approver 那你可以在这里再加 或者甚至乎在这里呢 你delete 都是 可以的 那下面这里呢 你也可以改变 这个的 就是 approval的状况 比如你想改了四个 每 这四个approver当中 一定要有三个你approve 才能进行到的 亦都可以在这里 来到去change 好了那假设你这个钱包 已经是receive了一些的funding 你现在想做next step的interaction 那可以怎么样呢 譬如我们现在去到arve 这里 那你想用刚才的savewallet 因为已经收到资金了 你想用刚才的savewallet 来到去deposit在arve 收息 那怎么做呢 那你呢 你就选回connectwallet 这里 按完connectwallet 就是arve 这里 connectwallet之后呢 你就按wallet connect 那你按wallet connect之后呢 其实他就弹出了这个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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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呢 就可以 简单地呢 就connect你的wallet 这里右手边呢 有个copy的键 那你就 copy了 这个 那把这条link copy了 之后呢 你就可以回回 savewallet那里了 来回savewallet 这里呢 你呢 就在右上角这里 这个有个connectwallet的键 那你按出来 然后把你刚才那个呢 的一个code 来到去paste回在这里 那么paste回在这里 然后呢 他就弹出了 咦 对啊 你想connectarve 这个的 的 版面 来到去做任何的 action 那你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按 Approve Approve了之后呢 其实你见到这里 就connect了arve 就即是说你这个的savewallet 其实现在呢 就已经connect了 一个arve 的account 那你就可以来到进行 一个next step 的一个操作了 那我们见到啦 这个呢 是一个0x0f 开头 的一个地址 那你来回arve这里呢 你会见到0x0f 开头 的地址 那就是说我savewallet 那里呢 就已经connect了 arve 这个的 网站 那现在呢就可以进行 我要做的东西了 譬如我本身有usdc的 那我想depositusdc的 下来的 那我就connect 来到去做一个transaction 那所有的transaction呢 一initiate的时候呢 就会根据我 刚才savewallet 一开始set的时候 有三个approve 我一定要当中的两个 来到 去approve 来到签名 我才可以进行到的 拍下来的操作 就和你平时的操作 一模一样了 只不过你平时呢 就会是一个 钱包 来到去 签名 Approve 现在呢 就需要根据你 一组set定 有多少个钱包要签 你就要签了它 你才会进行到 那个 transaction 那另外一样 另外一样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刚才来到一开始和大家提的呢 就是说 在savewallet 不同的network呢 就会有 不同的地址了 即你不能够一个地址 用在arbitrum polygon BSE 这些链 比如我现在已经转了来polygon的时候呢 它又会要求你开一个新的币 那开一个新的币 当然就已经会 这个新的币 在polygon的network上面 就已经会和你 刚才 所开的在arbitrum上面的一个地址 会完全 totally different 另外一个地址 就不会再是0x0f4 即是开头的一个地址 那所以呢 你就要是 这一样要记住 如果不是呢 你想做跨链或者你想 send一些funding 去不同的network的时候呢 你有很大机会 是会send错的 那以往有些人用这个savewallet的时候 都会有 机会send错这一样东西 所以这一样东西你一定要是 来到去记住 那就这条片是这么多了 也都很详细讲了你怎样setup 和这个savewallet的原理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如果喜欢的话 希望你都是like 和share 或者是有其他的意见 comment的话 那就留言了 大家交流一下 Thank you